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讲一个小孩的故事 当我们家蒋昊还是四五岁的时候 他盘算学步的时候 我们全家去拉斯维加斯多加 刚刚走到五号公路的时候 我们知道从我们家到五号公路 可能四十五分钟左右的路 他就开始问我们了 爸爸 我们到了吗 拉斯维加斯可能还有七八个小时的路 他就开始问我们到了吗 我们到了吗 我们就跟他说 再坐一会儿 五分钟以后 他又问了爸爸 我们到了吗 然后我们在想一个理由的时候 他五分钟以后又说 爸爸 我们到了吗 我跟巴云两个人呢 就开始想办法轮流讲故事 然后中间呢可能蒋昊也会小睡一会儿 之后呢 他有些时候在路上加油站上面稍微停一停 那到了差不多 各种的方法用镜以后 差不多到拉斯维加斯的旅馆 还有五十米的时候 就这样再也等不及了 他不再问爸爸到了没有 他开始是 啊 开始就哭了 那大家可能认识我儿子的 大家都知道可能 他的嗓门是很大的 那他开始哭啊 他完全放弃这个等待 他哭得一想 我开着车子的速度越快 因为就想赶快到旅馆结束这个旅程 弟兄姊妹们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年轻的家长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过 或者是 也许我们 这个带我们的孙子孙女 或者外孙女 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过 有没有像John那样子不但地问你啊 爸爸到了没有 爷爷到了没有 外公到了没有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些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我们成人 我们在等待上帝的时候 等待上帝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一直要向上帝问说 我们到了吗 上帝你要给我了吗 这个东西你又给我了吗 这个东西你又给我了吗 然后很有可能 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说放弃了 我们不等了 就像John那样子就开始大哭 会不会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创世记第十六章 亚伯兰跟沙雷他们等待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 包括我自己也是可以学习这一个功课 这个等待上帝的一个功课 那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记第十六章一到三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兰的妻子杀来 亚伯兰的妻子杀来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讲亚伯兰的故事 那不过呢 上一次我们有一点时间了 所以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子 在创世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上帝呼召亚伯兰 要让他离开他的国 他的百姓 他父亲的家庭 要出去 那自始至终 上帝呢都给他要应许 应许他要成为一个大国 应许要他有后裔 给他的后裔土地 应许要他有很多的子孙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和他的家人 后来到埃及 然后呢他们又回去 之后等到他们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又跟罗德他的侄子 有一个和平的分手 那之后到第十五章 十五章的时候 神赐给亚伯兰一个圣约 并且呢在十五章里面 上帝跟亚伯兰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交代他的后裔呢 是要从亚伯兰的肉身生的 是他自己有的 自己生的儿子 那现在呢到了第十六章 从十二章到十六章 这个故事已经跨越了大概十年 十年的时间 跨越了整个的十年的时间 亚伯兰跟撒勒 他们等待了十年 上帝说要给他们后裔 可是他们还没有孩子 十年的中间 他们还没有 有没有人 我们在这里等一样东西 你等的超过十年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举手 有没有 我们这里有没有 这个十年的等待的时间 真的很长 那四五岁的John 他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都等不住 到最后呢 他就放弃 就崩溃 就大哭 那这里我告诉你 沙雷跟亚伯兰 他们等了十年以后 也开始等不及了 也开始要放弃了 他们也开始想 上帝有没有可能 用别的方式 甚至我自己手中的资源 来帮助上帝呢 于是他就环顾思维 看一看 看到他的仆人哈盖 一个年轻的埃及女孩 很可能是当年 亚伯兰跟沙雷 他们下埃及 然后回来的时候 带过来的一个埃及女孩 当然 这个年轻的女孩 肯定会比75岁的沙雷 怀孕的机会要好得多 生孩子的机会要大得多 于是他就开始想了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仆人 把哈盖交给亚伯兰呢 那他们一起生的孩子 仍然是亚伯兰的孩子 诶 这个仆人 不就是仍然应验了上帝的话语吗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呀 我可以帮助上帝完成他的计划诶 当人的自我的感觉非常好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当人在有怀疑的种子放在心里 这个种子就会很快地萌芽 甚至会开花结果 沙雷向亚伯兰的讲述 他 亚伯兰就同意了 他们甚至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他们开始行动起来了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意思 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 上帝可能会给我们三个答案 好 我现在马上就给你 不 你得不到这一个东西 或者是上帝没有声音 你觉得哪一个 你最喜欢哪一个 当然是好啦 当然是好啦 他们是希望上帝给你这一个 他马上就给你啦 那其实我告诉你 上帝跟你说no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不是最坏的事情 其实最最最难的 上帝没有声音 上帝是让你等待 这个最最最最难的 因为当等待的时候 考验就开始了 而且我们人 有可能在这个考验中间失败 在撒末约上第十章的第八节 先知撒末尔当年告诉扫罗王 他说你呀在结甲的时候 你要等我七天 那让我来先知 然后我们fast forward 到撒末尔记上的十三章故事的时候 扫罗王他真的等了整整的一个星期 可是七天过去了 他说被交代的要等七天的时间过去了 撒末尔没出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扫罗王 他是在敌军的面前 他是在斐里士军带的面前 斐里士的军队 军队他们是有铁器的 那以色列人且其实很少很少 在一个强大的军队面前 他就等 等 等 你说他有多大的压力 更糟糕的是他发现 以色列人的军队 士兵的士气开始越来越低落 他们的士兵就甚至逃离行营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扫罗王他就惊慌四处 他自己最后决定自己献上 反击跟平安击 有一点点讽刺 等到他刚刚献完了以后 撒末尔就到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就差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扫罗王过早地放弃了等待 等待是很艰难的 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 我们知道圣经说 上帝用援助白天引领以色列人走 晚上上帝用火柱保护以色列人 然后再从荷尔山到红海的路上 以色列人开始就不能等 他们开始变得不耐烦 他们像摩西 因此是向上帝开始抱怨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 从埃及地里领出来 这里没有面包 没有水 你要让我们饿死吗 以色列人在移民到应许置地的道路上面 放弃得太快了 他们没有办法等待 确实 等待是很艰难 是有很大的挑战 等待神的时间是很大的挑战 有许多的问题会困扰着我们 也许我们在等待银行 给我们批准我们房屋的贷款 我们会很焦急 年轻人也许会说 我的配偶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们也许正在做体检 也焦急地等待一个体检的报告 也许我们正在寻找下一份的工作 或者第一份的工作 我们到底哪里 我们甚至有可能在寻找 在等待学校 我submit出去的application 申请 迟迟没有回应 等待让我们是很焦虑 很艰难的 有一个作者叫做Luz Kargin 他出了一本书 这个书是英文版的 我放在这个slide的右边 这个英文版的这个书的题目 我翻译出来是说 上帝啊 你能快一点吗 这个作者真的很多的时候 说到了我们的心里去了 上帝啊 能快一点吗 快一点让我康复 快一点让事情赶快地成就 快一点让我长大 快一点让我成熟 快一点我就可以马上结婚了 快一点我就可以到那一个目的地 等待真的很艰难 也让我们有很多的struggle 那等待是一个测验 我们在测验中有可能是失败 亚伯拉恩跟夏甲在这个等待中间 他们失败了 在第十六章第四到第六节 我想请男生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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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自己有病,就小看祂的祖母。 他在對阿拉來說,我引力收取,我將我的使命放在你懷中。 看見自己有病,就小看我,永遠有花在我中間看過。 他把對阿拉來說,實力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他。 沙拉又不帶他,他就從沙拉面前跑走。 當亞伯蘭跟沙拉迫不及待地實施他們自己的計劃的時候, 夏甲古增就懷孕,可是懷孕了以後, 我們看到第四節的下半部分,夏甲開始就小看祂的祖母, 開始鄙視沙拉,夏甲作為沙拉的奴隸, 他當然應該是尊重他的祖父,應該好好地服侍他的。 可是夏甲開始小看祂。 我們可以說,沙拉在夏甲面前失去了祖母的尊重。 我們再繼續地看下去。 在第五節裡面,沙拉開始就抱怨了。 她向丈夫抱怨了。 當向丈夫抱怨的時候,可以說亞伯蘭在妻子面前, 她也是開始失去了這一個尊重。 在聖經,至少在這個創世紀前面的十五章裡面, 從來就沒有講到過沙拉對她丈夫不順服的記錄。 沙拉對亞伯蘭是非常非常順存的。 她跟著亞伯蘭出來,出國,跟著她去埃及, 跟著她一起和羅德分開。 每一次她都是很順存。 這是第一次記載沙拉對亞伯蘭的抱怨。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上面, 亞伯蘭在沙拉面前失去了她的尊重。 所以,我們不能等待神,不能等待神的失敗的第一個後果, 可能就是失去這個尊重。 不僅失去尊重。 我也看到亞伯蘭跟沙拉開始就相互指責了。 你看到第五節裡面, 如果我們去仔細地看沙拉他所做的, 他所說的, 他基本上就是在這樣講。 亞伯蘭啊,我做了所有的好事, 我甚至把我的仆人哈吉都給你了。 你看現在, 夏甲,他鄙視我了。 請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你我這個是誰啊? 是誰? 是亞伯蘭跟沙拉。 所以沙拉在跟亞伯蘭說啊, 這個是你的問題, 這是你的錯。 夏甲,他看不起我,這個是你的錯。 那如果我們再看亞伯蘭的回答啊, 也很有意思。 亞伯蘭是說, 他是你的奴隶, 他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隨意帶他。 那一方面呢, 他提供一個答案。 另外一個方面, 你覺得他有沒有一個意思? 他就說, 這個其實是你的問題啊。 他是你, 你的仆人啊。 你要自己去解決啊。 他們中間, 失去了和平。 所以這是一個第二個等待失敗的後果。 他們中間失去了一個和平。 那第三個後果, 我們可以看, 當沙拉真的苦待他的時候, 苦待夏甲的時候, 夏甲他就從沙拉的面前逃走了。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家庭, 是一個很紛亂的狀態。 祖母可以說虐待或者苦待這個夏甲。 夏甲就逃跑。 先生跟太太有成績, 也有抱怨。 那這個夏甲又對這個祖母有這樣的鄙視。 所以整個家庭是一個很無序的一個家庭。 他們中間失去了這一個秩序。 失去了家庭的和諧。 所以可以說, 有三個後果。 第一個, 他們失去了尊榮。 第二個, 他們失去了和平。 第三個, 他們的整個家庭失去了一個和諧。 那我告訴你, 其實在整個事情上面, 還有第四個後果。 第四個後果不是在這一段的聖經裡面記載。 但是我們可以體會。 我們知道許許多多的阿拉伯國家是誰的後代? 是以斯瑪利的後代。 是以斯瑪利的後代。 那以色列人是亞伯拉罕他從以撒的後代。 這兩個後代幾千年一直的征戰, 一直的打戰。 你說可不可憐? 你說後果嚴重不嚴重? 真的。 亞伯拉恩跟撒拉他們不能等待上帝的後果非常非常嚴重。 嚴重。 是一團糟可以說。 我們也可以看到剛才講到扫羅他不能等待。 他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他失去了他的王位。 失去了神給他的王位。 。 以斯瑪利人不能等待。 讓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在了曠野裡面。 這樣子們。 我們如果不能等待上帝的時間。 等待上帝也會有類似的後果。 也許不一定會有像亞伯蘭, 像扫羅王那樣。 像以色列人那樣嚴重。 但是我們會失去和神的和諧。 失去自己內心的和平。 甚至失去和我們周圍人的和諧。 曾經有一個年輕人。 他是做生意的。 他想要在生意中間來偷空減料。 來快速地可以成功。 確實。 一開始因著他的能說會道。 因著他的很快的行動。 他有了許多的利潤。 可是不久以後。 他就碰到了兩個事情。 一個是內部。 他自己心裡的掙扎。 他面對自己不誠實。 自己的這一個掙扎。 另外一個是因著他生意的透空減料。 他生意馬上地下去。 一落千丈。 在他不願意等待。 不願意做誠信的上面。 他優先考慮時間的時候。 他失去了和上帝的和諧。 失去了他心裡的平安。 有一個做軟件的一個人。 他非常非常地追求效力。 以至於把質量又忽略了。 他認為速度比質量更重要。 所以他總是匆匆忙忙地完成老闆交給他的任務。 他不願意去有仔細的。 內心地等待。 耐心地做好一些的事情。 這個呢。 讓他的同事們很頭疼。 因為常常要幫他檢查他可能有的問題。 有一次。 有一次。 質量檢查小組的人。 沒有能夠砸出他所做的軟件裡面的這個bug。 軟件裡面的問題。 產品直接到了顧客那裡。 爆出了一個大的問題。 最後導致了他丟掉了這個工作。 當他丟掉工作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同事的反應是什麼嗎? 你猜猜看他的同事是什麼樣的反應。 他的同事。 呼! 送了一口氣。 為什麼? 一個搞得他們很麻煩的人終於走了。 他們反而很開心。 因為他匆忙。 做事情太匆忙。 不顾自量。 以至於他搞得他們的同事很頭盜。 他跟周邊的人沒有和平。 不能等待。 是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不能等待。 其實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不能等待的原因。 其實可以歸集成一點。 我們老是在看自己。 當我在看自己。 看自己的欲望。 看自己的困難。 看自己的處景。 看自己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沒有辦法能夠等待。 有什麼辦法啊? 我們可以等呢? 等上帝呢? 從自己的看自己上面移開。 看上帝的鼓。 看神。 看教會。 看神的一個作為。 當我們把目光從看自己轉到看上帝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等待。 所以等待的一招。 我們要用穿泉。 我們這個。 李彼得牧師。 他常常說。 他要叫人用穿泉。 等待的一招。 是要看上帝。 我們首先。 我們必須要依靠上帝的安排。 要依靠上帝的時間。 要等上帝的時間。 要等上帝。 我曾經。 我曾經。 在過去兩年中間。 我一直struggle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想要從全職。 轉成是partime。 到在KOA。 在我工作的地方。 我跟我部門的頭。 談了很多次。 可是每次發現實際都不成熟。 不是我這產品正在做一些驗證。 或者是說我的團隊太新了。 老闆告訴我。 這團隊太新了。 你不能怕他們。 你要是怕他們。 這個團隊可能會垮掉。 或者是說我們正跟一個顧客。 正跟顧客在做關鍵的一個事情。 你能不能再等一下。 所以我就等啊等啊等。 等了一年多。 我終於可以有機會。 這個。 卸下這個所有的事。 我可以不用管人。 我可以不用管事。 哇。 好輕鬆啊。 感謝主啊。 這個。 我覺得上帝的時間是最美的。 他讓我放下了以後。 我就可以。 六月的時候就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遊一下子。 也可以回到中國去看看我哥哥。 哇。 真的。 好。 感恩。 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 當上帝的時間到的時候。 我知道陳章老曾經講過他的見證。 他是如何離開他世俗的工作。 全职的服侍。 也是等待上帝的時間。 當時他們公司有一點的產品上面的問題。 他就等了。 等到整個產品都被修復。 等到神的時間到了的時候。 他在說。 他在說。 好。 我可以走了。 他留下一個美好的見證。 是因為神他的時間。 我們必須要依靠上帝的安排等時間。 我曾經也跟大家講過。 多次的講過。 有關我兒子康復的見證。 在高中的時候。 他曾經生病。 那這個讓我們去耐心的等待了五年的時間。 才完完全全的痊癒。 那這個五年中間。 等待的心情。 稀奇一步。 我有時候想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Tesla的股票。 Tesla的股票就是稀奇一步。 現在好像又上去了。 等待的心情比那一個起伏還要大。 我告訴你。 當我們只能牢牢的抓住。 我那個時候就相信上帝一定會一致的。 五年以後。 神真的。 完完全全地讓一致上帝。 一致教。 等待他的時間。 我們不能把事情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們也必須要依靠主的主權。 他是至高無上的。 他的方式一定是最好的。 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是在一種令人煩惱。 令人不安的這個情況下面。 但我們必須要相信。 神他可以利用這種情況。 那種令人煩惱的情況上可以來榮耀他。 過去的這個週是。 蔡牧師在我們中間。 蔡聖惠牧師在我們staff meeting裡面。 在同工群人會裡面。 給我們一個信息的鼓勵。 當我們在服侍神在低落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他講到的是在四篇四十二篇裡面。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要被我們的心情所。 不要被我們的感覺所統治。 不要讓這些成為我們的上帝。 他是要單單的依靠上帝。 依靠上帝的主權。 他問題交給他。 讓他來挑我們的擔子。 要全心依賴耶和華。 不要依靠他的聪明。 所以這是第二個。 這一個秘訣。 永春拳的第二招。 永春拳的第三招。 我們要常常思靠上帝的俗信。 沙賴。 他認為可能上帝不會實現他的允許。 讓他們倆可以生一個孩子。 於是他就開始想出自己的主意。 少洛王。 可能認為沙穆爾他不會。 等了七天了。 沙穆爾自己講了七天。 等了七天了他還沒到。 沙穆爾跟神讓他失望了。 於是他自己獻上禁。 以色列人可能是覺得他們等到了。 他們要等不到這個進迦南的地方。 他們要死在曠野了。 他們沒有食物沒有水。 他們對上帝失望了。 他們沒有想到上帝的信心。 沒有想到上帝的俗信。 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上帝是全能的信使的。 他是全能的。 他一定是有他的美意。 要讓我們等。 他是可以做到的。 他是能夠幫助我們的奶奶。 有一個女士。 她曾經。 她非常的擔心她自己的未來。 於是呢。 她不斷地把自己跟別人做比較。 那這個比較中間有一點的不耐煩。 導致她常常吵碎地做一個決定。 在工作上。 從一個位置跳到另外一個公司。 甚至在感情上。 從一段的關係跳到另外一段的關係。 尋求即時的滿足。 沒有去想到要有一個等待。 要有一個耐心。 在快速地追求。 結果的過程中間。 她失去了在神裡面的滿足。 後來她經過長時間的反思以後。 她就終於意識到。 原來很多的事情是要耐心地等待的。 婚姻是要耐心地等待。 才會有夫妻的美好。 工作要有耐心地等待。 才會有生子。 是的。 等待是艱難的。 但我們可以將目光從自己轉到上帝。 依靠祂的時間。 依靠祂的主權。 看祂的屬性。 我們是可以找到 從神來的等待的力量。 因為和華會讓我們重新得力。 如鷹展翅。 只要我們願意等待。 等待讓我們在它裡面變得更堅強。 而且有過一次等待的經驗。 我們下一次可以更容易地等待。 在五月的時候。 我曾經跟一位弟兄。 我跟他一對一的門訊。 我跟他一起為有一件事情祷告。 就是他女兒收到了一個她的錄取。 上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不過呢她很喜歡她另外一個Dream School。 那我們就一起祷告了。 五月開始祷告。 我常常在為她的女兒祷告。 她也常常為她的女兒祷告。 六月二十五號。 我正在中國。 我跟我哥哥在一起。 在紹興。 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收到一封微信的message。 是那個弟兄跟我講。 她的女兒。 終於收到了這個夢想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我真的是太高興。 我差點就跳起來了。 因為六月底如果他沒有拿到。 那這個學校就結束了。 但是他在六月底的時候。 神終於在我們耐心等待的時候。 祂給了祂的恩典。 這是祂的恩典。 感謝咱們主。 我們最近在做好了戰略規劃。 大家知道戰略規劃這個想法。 其實我在兩年多前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可是呢。 那個時候不是神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一件事情啊。 我們要讓所有的大家的人都能夠慢慢地看到。 覺得這個是好。 我那個時候呢。 沒有時間去一個一個地去交流。 直到這個一年多前的時候。 等到我們上一次的戰略規劃結束的時候。 我正好也空出來了。 因為我自己想跟全職變成。 在公司裡從全職變成霸彈。 所以我就有意地有一點時間流出來了。 好。 我就開始有時間可以跟成長王交流。 可以跟丁長老交流。 可以跟長老會交流。 慢慢地。 大家都覺得這個戰略規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也開始呢。 就跟牧者交流。 有人甚至提出來。 這個戰略規劃是不是只是公司的事情啊。 其實不是。 因為我很多的時候。 因為我很多的時候。 不光是從公司裡學習。 也是從教會。 或者是從一些機構。 宣教的機構。 有一些的戰略規劃。 慢慢地。 在牧者中間也有這樣的一個看見。 之後在長職會上面也有看見。 然後我們就真的從七八月份的時候就開始。 這個第一步。 然後我們後來第二步。 到之前我們整個的完成。 欸。 考試啊。 國語部的戰略規劃有六個字啊。 你是哪六個字。 第二考試的啊。 緩緩。 兩個對了啊。 所以三分之一了。 還有呢。 文訓。 66份了。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們常常在做的。 宣教。 宣教或者福音啊。 所以我們大家都一百分啊。 感謝主啊。 那這是國語部。 其實我們全教會呢也是這六個字。 不過陳長老呢。 他更有智慧。 更有文學素養啊。 他把這個六個字呢。 可能他跟Robin傳達一起總結的啊。 他總結成一句話。 那一句話是叫什麼啊。 可能我們沒有太多的獨顧啊。 那句話就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啊。 怎麼樣啊。 系統文訓。 有效關懷的。 宣教型的一個教會。 宣教使命型的教會啊。 所以三個東西都在啊。 文訓。 關懷。 福音。 全都在那裡。 那這個是我們佔領的規劃哦。 下次還要考試的啊。 不過我真的是很感恩。 這些的事情。 是真的要等上帝的時間。 等到上帝的時間。 才會有發生。 才是最美。 那我們再來看啊。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耐心等待上帝。 那我們可能真的是會有得罪神。 所以沙雷跟亞伯蘭他們在這個等待神的上面他們耐心不夠。 他們出現了一個很可怕的後果。 不過我告訴你啊。 聖經讓我們看到我們並非沒有希望。 但我們儘管我們等不及。 儘管我們犯罪。 但是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啊。 創世紀第十六章七到十六節。 我請大家可能男生念單數節。 女生念雙數節。 而ヤバ的十六節。 那麼她在《 separation》裡 重有盡感受的壓力。 為了她愛之心的大规. 你从那里来 要到那里去 再来说 我从那里的祖父在那里面朝朝朝朝 因为我所信息的对他说 你也会听到你祖母的安静 我再来说 对不起 你又说 我必须去朝你 必须去朝朝朝 甚至也不可想说 听说 你说 你如今 怀疑到身一二者 为主要相信他 神玛丽 因为你别我爸 接见了他 能够去 他为人 地上也有 他的手要不打人 人的手也要不打他 他必须在 中基书的东面 下来 当这个真观 对他说话的 也会发挥 看不出我们所长相 你也会说 在这里 我也不敢讲 他看不出我们所长的吗 所以 这世纪 朝地人 拉开他 这世纪 正在家子子子 所发明的中间 我 过来 下来 给亚伯兰 生命的日子 亚伯兰 给他习比较 比较习比较 在亚伯兰 下甲这件事情上面 上帝直接地参与了 他跟下甲开始讲话 他说 下甲 你是杀来的奴隶 为什么上帝要跟下甲说 你是杀来的奴隶 我相信这里面 他是对下甲的地位上的提醒 下甲是杀来的奴隶 作为奴隶 必须要尊重主人 就像下甲 必须要尊重上甲 我们最近在查一个工作中的信仰 我们上星期五的时候查到一个叫做难搞的老板 难搞的老板有些时候啊 不一定是老板难搞 有些时候可能是问题是在自己身上 就像这个下甲 他不尊重他的祖父 以至于最后祖父开始苦待他 我们也有一个见证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 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公司里面换了一个部门 他换到的部门那个头啊 是一个名声在外 说是很难搞的一个老板 他很担忧 但是呢 他就忍受着过去 十个月以后 他做星期五的时候做健身 他说这个老板不难搞啊 很容易啊 那我相信 神真的是要让我们 他有些时候会让我们提醒我们 他用温柔的声音提醒撒雷 他说你不要轻视撒雷 他是你的祖母 你要得看重你的地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上帝跟沙甲问了一个非常有直理的问题 一个哲学的问题 可能比苏格拉底还苏格拉底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有关于过去或者是起源的 是一条线 你从哪里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要往哪里去 是有关现在到将来或者到这个终点 也是一条线 如果我们去看夏甲的回答 夏甲只回到了第一部分 他是从撒雷那里来 但他没有回到下面部分 他要到哪里去 换句话说他没有方向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上帝就告诉他一个方向 你要回去 转回去 回去顺不撒雷 当夏甲回头回改的时候 上帝恢复夏甲对撒雷的尊容 我再说一遍 当上帝让夏甲回去 夏甲回去的时候 是恢复夏甲对撒雷的尊容 神不禁恢复了 对撒雷的尊容 也恢复了 夏甲心中的平安 上帝跟他说的是 说你会有很多的后代 多得数不清 甚至上帝跟他说 你要取你的儿子的名字 叫做以示玛利 以示玛利是什么意思 是我听见了 上帝听见了的意思 所以当上帝告诉他 他说他听见了的时候 夏甲有一个回应 夏甲的回应是说 你这个上帝真是看过我的上帝 是阿罗伊 神是阿罗伊 上帝是看过我的上帝 在这个之前 上帝可能是亚伯兰的上帝 上帝可能是撒雷的上帝 但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显然不是哈盖的上帝 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他说上帝也是我的上帝 上帝是看过我的上帝 上帝让他心中恢复了平安 上帝让他跟上帝有了这个平安 上帝成为他个人的主 我们看到他不光是恢复了 这个杀来的人 这个尊荣 也恢复了哈盖的平安 和他跟上帝的和谐 我也看到 上帝恢复了他们全家的和谐 从哪里看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节 十一节上帝告诉哈盖说 你要给你的儿子取名 以斯玛利 我们刚才讲到了 以斯玛利的意思是上帝听见 那我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当上帝告诉他 你要取名叫以斯玛利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去看第十五节的时候 十五节他们生了孩子 亚伯兰作为父亲 取孩子的名字 他说我们叫他以斯玛利 为什么亚伯兰会取名 取孩子的名字叫以斯玛利 下家告诉他的嘛 对啊 下家告诉他的时候 为什么先生会听啊 因为他这个家 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个破碎 不再像以前那个无序 他们现在是太太尊重先生 下家也尊重先生 先生也尊重下家跟沙伟 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家庭 又一个和平的一个家庭 弟兄姊妹 神是可以让人恢复和谐 是可以恢复平安 可以恢复尊容的 尽管我们可能有些时候犯罪 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等不及了 但是在上帝那里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们愿意去悔改 所有的罪都是可以被赦免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的爱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可以在神那里面 可以得着平安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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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大家就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12点11分了 我们到了吗 确实到了 我盼望我今天的信息 真的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 等待上帝真的是极其挑战性 如果我们关注自己 我们可能等不及 而会留下一些罪的上帝 但是当我们注重上帝 关注上帝的时候 关注上帝的时间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等待的力量 但是既火不燃 我们真的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 一定会 有些时候等不及了 跌倒了 请你回头 神的丰丰富富的爱 仍然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再给大家三个提醒 你有没有在等上帝 正好的上帝 你要在等上帝的帮助 我盼望今天的信息 可以让你更有耐心 在过去 你有没有等不及的时候 让你留下遗憾 如果你觉得心里一直有遗憾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遗憾交给耶稣 让他来待 我们中间 有没有人没有信主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要到哪里去 我盼望上帝那里 那是一个应许的美地 是最美的 是天堂 是最美的 我们有一天 我们都可以到哪里去 我们一起地头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主啊主 我们求主你给我们 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有等待的力量 因为你的时间是最美 你也有主权 你的俗性提醒我们 主啊 主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有这样等待的力量 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时间 你的主权下面 谢谢我们 大家奉主耶稣 祝你 阿们 谢谢 谢谢